燒火風暴已知,輝岩大少還有師生女 阿金太,對判決會否很失望? 對,要吃飯 金太太,會否覺得… 要吃飯合約? 想太多事了 行了,你很心想 要怎樣才肯原諒他? 那些不清楚 是否要針泡泥水的跪滴扣頭才肯原諒? 不清楚這些 這重官司雖然日本人是大少金建成 但未有裁決他就已經離世 要白頭人送黑頭人 金太太似乎還未原諒到二少金坤禮 其實金太太生氣是有原因的 我們找到大少的死亡症 寫明他的死因是肺癌 死前兩周還因為爆肺要入住養鑼 就算出院都要靠氧氣機幫助呼吸 一邊要對抗營磨,一邊要打官司 可想而知他有幾大壓力 晚見仙婦和阿叔鬧上法庭 崇軒和崇軒就深深地上了一課 至於他說贏 其實他是一個非常好爸爸 他會用行動跟他說 教我們贏 就不會大媽或罵 或者吞起那款 不會贏 他會玩給你盡情的玩 做事很認真 這是我評論到的事 他們又學會兄弟要團結 中陽現價錢好的話 不排除將容忌鼓拳賣給外人 又計劃令起勞走 我相信一個人的力量 永遠都不夠兩人力 兩人家的力量多於兩個人 一家不是等於二人 一家等於多於二人 兩兄弟好像很了解先父 不過有件事很可能連他們都不知道 之前我們不是報道過 戴少紅羊知己一路嗎 原來他和容忌女修銀所生的兒子師生子 2009年已經在澳洲一間大學 心理系畢業 這樣也未算了 有個和戴少好熟的飲食界名人大爆 原來戴少還有個剛剛十七八歲的師生女 媽媽也在容忌打過工 戴少最後因為頂不住太太的壓力 於是就打半過她開洗衣服 非常肖我風暴還有沒有續集 那就要看有沒有師生子女現身增產 氣氏